我们国家向来思想比较传统,所以金词内敛一直以来也是中国女人的代名词 往往她们在感情方面处于被动地位,不敢向心爱的男人表达爱意 可是这并不代表她们不忠于这个男人,因为有时候并不是通过说爱才表达爱一个人 女人往往有她们自己的小套路,让男人既不觉得反感,又会认为她们可爱 所以当男人发现一个女人主动亲吻自己的这几个地方 就说明她们在向我们暗示她对我们的爱意,所以就需要男人主动出击,把握机会 这样才能够抱得美人归,那么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部位,男人的守备 在我们的印象里,一般都是男人求婚时单膝跪地,亲吻新娘子的守备 可是当一个女人足够喜欢你时,她们害怕自己的举动太过激而遭到男人的反感 于是就亲吻男人的守备以作为试探,看男人的表现如何 如果男人不觉得反感,她们就认为有机会,同时对你抱有极大的憧憬和好感 这也是女人表达爱意的基本方式 第二个部位,男人的脸颊 当一个女人主动踮起脚尖亲吻男人的脸颊 就说明她们早已对你爱字入骨,想要和你藏箱厮守 可是男人却不只主动,这样把女人逼急了,就会主动亲吻男人的脸颊 给她们来一次强烈的刺激,容易激起男人对她们的欲望 同时也作为给男人的一次甜蜜的奖励 既然这个女人如此可爱,男人们怎么还不赶快主动呢 第三个部位,男人的嘴 亲吻嘴唇是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 当女人主动亲吻男人嘴唇时,就说明她们对你抱有强烈的增幅欲望 一般情况下,她们特别矜持,可是又怕与你擦肩而过 于是厚着脸皮与你主动接吻 不管男人是否接受,她们却愿意为此一搏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女人思爱你的表现,男人要好好把握哦